日间在潘月明的生日会上,孙坚送上一束特殊的鲜花,由炸鸡汉堡可乐组成的,接到这束鲜花后看着表情,潘月明仿佛喜得贵子。 这眼神妥妥慈祥的老父亲呀,哈哈哈哈,潘老师太幽默了。 自前段时间,潘月明凭借网剧《白夜追星》中的精彩演技征服群众,走出婚姻负面影响,低谷,再度走红,人气暴涨的他随之而来的体重也跟着飙升。 彻底变成圆脸发福的油腻大叔形象,不过在最近某节目中的潘月明似乎减肥成功了。 举起5月9号是潘月明44岁生日,日前潘月明前往北京参与某节目录制时,节目组为他提前庆生。 从节目组晒出的照片来看,潘月明减肥颇具成效,受出了满满的少年感,粉丝们看到后纷纷惊呼,感觉当年的许线又回来了,潘老师都瘦成这样,我们还怎么胖得下去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丷点点栏目 喜别的涵地code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